南投 有一名高三的学生被学校指控 模仿电影《模范生》 在考试时当枪手帮同学作弊 就是所有监视器的记录 然后那时候也有教那里的老师 去说要开监视器要让我们看 然后结果到一半也没有打开 让我们看 都用嘴巴讲说 我们只有 我们就是一定有罪病 这名学生的爸爸气得带着他 向苹果新闻网投诉说 儿子坚决否认作弊 但校方却逼他认错 压霸行为有如极权国家 这名学生说 上学期期末考 考数学前他和同学讨论《模范生》 这部电影 结果有一个同学听到 考完后跟老师告发 他和其他四名同学作弊 校长得之后 要求他们和家长到校说明 并告诉大家监视器拍到 他们在考试时传递橡皮擦 有人拿到橡皮擦不到一分钟就写完 但却没有给他们看监视器 他拿出自己的橡皮擦 澄清没作弊 但因为念到高三了 不想被退学 迫于无奈承认 校方将他的数学成绩 从原本八十九分打成零分 并记忆大过 以及犯后态度不佳 追加一支大过 还要继续追杀他 爸爸气愤说 儿子的成绩 一直是班上前三名 校长说 因为他作弊 申请凡心计划的资格被取消了 他们事后看简章 才发现根本没有规定 作弊不能报名凡心计划 校方居然片面取消他的资格 校方则说 人证物证都有 没有冤枉他 证据显示他们都 经过橡皮擦传递之后 都有迅速的把 该科的答案填入 他应该做他的区域 不过校方误以为 作弊不能申请凡心计划 索性校方还未送出推荐名单 对他的权益差点受损 感到抱歉 人本基金会认为 校方因厘清背后原因 辅导学生走正途 律师也说 学生若有不服 可以提出行政救济等来平反 董新闻南投报导